生死之间第二章 死亡后灵界的迎接者 作者 朵洛利斯·卡南 在死亡后 某些灵魂似乎会有一段困惑气 但不是所有灵魂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这主要是看死亡 是自然还是无预期的突然发生 我发现的主要一件事 就是经历死亡后 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 一位个案说 你有时候会不确定自己在哪里 你不知道自己是在肉体层面还是灵界 因为有一些感觉是类似的 但它们并不一样 你试着去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还有自己究竟在哪里 会有一段适应或重新适应的时期 有的灵魂会感到困惑 它们想知道该去哪里 但它们不需担心 因为马上就会得到协助 通常跟你在前世 有密切业力连结的灵魂会出现 也总是会有一两个 或更多还未转世的灵魂在现场 它们会在那里迎接你 你因为前世的连结 会认出它们 另一个会造成疑惑的是 当你跨界到灵界后 你对你的过去世 和业力关联的全部记忆开始开启 所以你会认出那些灵魂 你首先会认出的是 你刚离开的那仪式关系 接着你会记起你曾经 跟它们有过的其他关系 那是你在灵魂层面 一起你所有业力的过程 这样你才会了解你这是刚刚完成 还有当你回去地球时 仍需努力的事 我问 那么当某人死去 会有人迎接的事是真的了 是的 如果可能 通常是那个人的生命里 很特别的人去迎接 如果他们还没转世的话 会是那个人认同 而且有吸引力的某人 协助度过过度期 可是很多时候 人们死得很突然 或是死于暴力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死了 这样的情形 是不是比较容易困惑 对 这是事实 所以在灵界迎接他们的帮手 就必须向他们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 并帮助他们度过 当身体死后 灵魂被迎接到了灵界 他们通常去哪里 去学习的层面 并没有什么主要的位置 就只是一个存在的状态 通常这时这个灵魂 会跟许多的灵魂互动 在学到下意识所需的东西之后 灵魂会向灵性大师咨询 并开始为下次的转世做准备 也会讨论和哪个灵魂互动 会对大家最有益 你曾经听过休息地吗 是的 如果你指的是我现在要描述的 那是一个为受伤的灵魂 或痛苦死亡的灵魂 准备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们在那里休息和恢复 接着才和其他灵魂相聚 或再次投胜为人 有些人相信 耶稣的灵魂 会在你的灵魂离开身体时 跟你接触并指引你 这是绝对可能的 然而并不是非得如此 或所有的情形都是这样 如果那个要死去的人 要求或渴望看到耶稣的能量 有时就会发生 而那实际上是耶稣能量的显化 因为那个人非常确定 耶稣的协助 将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耶稣的能量会为每个选择 将自己向这个能量开启的人展现 不论他们是否在肉身 这对其他信仰或宗教的人来说 也是事实 如果他们对某个特定存有 比如佛陀 观音菩萨等 具有深切且长久的信仰 那个灵魂能量 便会在那里协助他们 安度死亡的跨界过程 如果这是他们的渴望 也有人相信 在灵界有个让灵魂沉睡的地方 因为他们死时 相信他们必须休息 直到耶稣在灵 并让他们复活 你期待发现 或创造怎样的实相 你就会看到那样的实相 如果他们预计醒来 是在一个嘉年华盛会 那么那就是他们会体验到的 只要他们相信 任何事都有可能 在你们所称的身体死亡后 会有许多事可能发生 当身体死亡 灵魂永远不会死 如果是温和的死亡 会有一种轻松 释放 美妙和自由的感觉 通常一个人希望 死后出现的事物就会出现 如果他们预期会看到 指导灵或有人协助 他们走向光 那就会是他们将看到的 如果他们对于 下地狱和地狱之火 深信不疑 而且觉得自己最有应得 那也会是他们所感知到的 死后世界的体验 大多是基于那个灵魂 在死前的准备 但通常他们会看到 之前跟他们亲近的人的灵魂 许多时候 会有另一个灵魂前来 指引他们到一个疗愈的地方 因此他们不会感到困惑 并且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灵魂或许会因为 已经有段时间 没到另一边 而觉得困惑 迎接者会帮助他们不再疑惑 并帮助他们找到 想去和需要去的地方 因此 如果前来迎接者是他们认识的人 他们便不会恐惧 因为恐惧会令他们受到惊吓 有些人如果经历的死亡很痛苦 他们会进入很深很深的休息期 直到他们可以处理 身体已经停止存在的事实 但这样的觉醒会非常缓慢 我们不要在茫然状态下 徘徊的灵魂 他们会危害到自己和他人 会这样吗 没错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们在惊慌中这么想 我一定要回去 我一定要回去 因此伤害到自己 他们由于不接受所发生的事 因此谨守着死亡的地方 如果他们能离开和安息会比较好 对 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慢慢醒来 知道所发生的事是好的 而且妥当和自然 震惊和创伤就会消散 当死亡经验很痛苦 死者所爱的人也会来迎接嘛 是的 有时只是带他们去可以休息的地方 但有些你认为的痛苦死亡 在这里不一定被认为是如此 你或许会认为 许多军人的死亡是疮痛的 然而有时他们是最能接受 所发生的事的一群 或许比死于生产的人更能接受 我想这要看是什么情形 和那个灵魂而定 是的 很大程度是这样的 看来从另一边持续回到地球 是一个既定的模式 根据灵魂状态而定 有些灵魂会去其他星球 或存在层面转世 在我看来 如果有人是在一个没有死亡的地方 他们自然会想永远待在那里 我想到地球上的人 一直在寻找永生的方法 不会 你很快就会觉得无聊了 如果你三年级的课结束了 为什么要一辈子都留在三年级呢 那样是很安逸 但你就学不到东西了 就不会有挑战 没错 为了进步 死亡是必要的 如果没有死亡 将人们带到灵界 就会产生停滞 这个持续的过程 最适合学习许多资讯 如果你要学习的课题已经完成 你就能摆脱教导这些课程的经历 继续学习更高阶的课程 就像爬楼梯一样 月上一阶就比下面一阶有更多的觉察 随着新经验的需要 产生旧经验的环境就会被拼起 你会想在你三年级的教室 上四年级或六年级的课吗 还是在一个新环境 一个新的心智开始会比较好 如果你被留在同一间教室 你的想法可能还是一样 心智架构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对地球上的许多人来说 是这样没错 有时他们若停留在同样的环境 就不会成长 你是这个意思吗 完全正确 他们需要新的刺激 新的地方 新的环境 新环境对进步非常重要 那些会提醒你过去的事物 也会限制你对未来的展望 有些人认为 死后并没有生命 他笑了笑 但只要事物一旦存在 那个存在的能量 就无法被摧毁 为什么相信肉体死后 还有生命会这困难 你无法摧毁电这样的东西 因为能量永远存在 虽然是以不同的形式 为什么他们会认为 人类的心灵和灵魂可以回减 而能量不会 人类的灵魂就是能量 它不是别的东西 灵魂不仅是居住在身体里的东西 它是能量 对人格的正确看法 也是跟能量一样 因为这就是创造的真相 所有一切都是能量 有些能量形式是在较低的层次 就像你周遭的物质 实体世界 然而他们也是能量 而且可以透过简单的转换程序 来表现 像是火 所有的物质 事实上都是能量 只是显化在比较低阶和原始 基础的形式 因此 你可以把自己看作是能量的 纯粹生命体 事实也就是如此 并没有所谓物质这个东西 那只是用来描述 在实体世界里显而易见的事物形态 死亡带有许多恐惧 无论如何 死亡是强大的否认者 是最大的虚假 它是最多人想到 却最不去谈论的主题 人们并不需要害怕死亡 因为随着肉体的死亡 会是远超过这个星球所能想象的生命 然而 我们会告诫那些 以不恰当的方式否定生命的人 自杀这类行为将会产生相对的能量 跟着到另一边 因此 他们在另一边 也必须处理这个问题 在命定的时刻来临前 放弃人活着的身体 永远不是 也不会是适当的举动 这是不被容许的浪费 我在努力让大家明白这一切 这样他们对这些事才不会这么害怕 是的 你将遇到的主要问题 并不是恐惧 而是哲学上的教条 你是指在解释的过程吗 哲学教条 让人们封闭心智 譬如说 有着不同信仰或教义的人 会发现他们很难理解 我刚刚解释的一些事 你是指那些 从小在天堂和地狱的信仰下长大的人吗 是的 还有那些 从小在灵魂只有一次生命的信仰下长大的人 那个想法很蠢 但却是他们相信的 对 他们认为生命就这么一次 有些人不能接受 他们已活过一次以上的观念 相信自己可以活两次或更多次 会比相信只活一次还困难吗 有些人就是有困难接受这样的观念 只有在你那一边的人吧 指地球 这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会有忧郁症的原因 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把唯一的机会搞砸了 如果他们意会到 他们有许多机会 每一次都能尽力而为 他们就能不因所犯的错误 而感觉糟糕 他们可以下一次把事情做对 他们只要在这一世尽了力就好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有很多人并不了解 很多人并不想了解 他们害怕去想这是之后的生命 或许是因为他们这一世 生活得很痛苦 因此认为纵使还有来世 那也会是持续地折磨 许多教会不想人们相信 在这是之前或之后仍有生命 因为这会让他们难以操弄恐惧 因而无法再控制人们 所有伟大的思想学派的领导者都知道 生命在这一世之前和之后都继续存在 然而为了控制 所以这个知识对一般大众封锁 甚至印度的思想学派 也使用这样的控制在不同的方面 他们说 这个人因为前世所做的事 而现在受苦 因此 我为什么要帮他 是他自作自受 他们使用跟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同样的手法 你必须记得 不是所有说他们站在宗教这边的 都是像他们所说的 他们或许被事物的黑暗面所扭曲 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人类已经从圣经拿掉许多东西 并且加上自己想家的 他们不以为意 他们认为 这是我希望圣经上说的 所以他就是这么说的 当提到这类事 当你试着跟大家说 圣经在历史里已经被改很多次的时候 人们似乎会感到恐惧 这些事会让他们思考 但很多人很害怕自由思考 当你拿走他们这生意着相信的东西 然后说事情跟他们相信的不一样 他们的父母在没觉察的情况下 对他们说谎 你就是在拿走他们信仰的基础 而人类如果没有可以相信的东西 他会无法生存 就算他是相信什么都没有 人就是一定要相信某个东西 换句话说 他们是害怕不同的思想学派 当耶稣说他来实现预言时 人们也这么说他 说他是错的 说他疯了 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每当有人带着不同或不寻常的东西出现 就会吓到某些人 然后他们会对此说些不好的话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需要被教导 因为人类必须学会没有恐惧 这样他才能成为他想成为的人 有人需要知道这些事 这将在他们心中寄起火花 他们会认知到这是事实 这也许会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路 成为他们想要和需要成为的人 这些人很重要 因为他们最后会代应足够的人 与他们一起 记得 当时只有很少的人相信耶稣的讯息 然而 看看现在的世界 现在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宣称 至少是对外声称信仰基督教 真相已经被封锁了许多世纪 现在是真相重现的时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